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0日 星期二 今天我們看到上面的形勢 其實 我想 想深一層 覺得 是很可怕的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綜合了這幾天的發展 我們覺得 我們的估計 是比起 即是現在發展的那個事態 比起我們原先估計 惡劣很多很多 我們真的低估了中共那種 殘酷無情 那種毫無人性的底線 基本上他們是沒有底線的 為甚麼呢 現在的中國可以說是 全國都是 面對那種恐慌 就是那種病毒是很厲害的 但是官方 是不單止完全不作為 而且 反而是有些叫做鼓勵讓聲 現在你看到 中共的宣傳 那些部門 已經開始發放了 感染了一次 就等於打了一次疫苗 就是抗體了 這個是中南山講的 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說法 為甚麼 因為中國 這次的開放 完全沒有任何準備 甚至乎 我認為他是有準備 不過他是準備要大量的人去死 在上個星期 李一平卿 跟我聯絡 聯絡 他說他很害怕 這個中共 是故意 讓大規模的人感染 導致大量的死亡 嚇怕的人 令人 封控 之後 重新封鎖國門 鎖住 但是現在 我覺得他 除了做這件事之外 是更加可怕 因為據很多不同渠道的爆料 北京的陽性已經超過七成 即是過千萬人陽性 每個都陽性 在現在大陸最流行的一句說話 社交圈 你今天陽性了嗎 還是你陽性了嗎 每個都問你陽性了嗎 原因就是如果你沒有陽性 你會很奇怪 會覺得你有沒有搞錯 為甚麼你沒有陽性 為甚麼你沒有感染 你到底有沒有朋友 這句 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剛剛我今天報料 青島的網友報料 他說他全家公司都陽光了 他公司的工廠 八成的陽光了 即是寫字樓全陽 工廠裏面的員工 八成的人 養了 那是多少 多得很重要 我們看到今天01也好像要造反 01報道是甚麼 中國竟然說零死亡報道 但是只是新華社 只是人民日報也死了兩個記者 大量的人死亡 現在每天要火化遺體的 排隊要排到去 元旦才有 剛剛 報料說12月30日 除夕 現在不是 元旦才有 最快 今天死 元旦才有火化 今天是20日 12月 好像是 大了 即是11日 還有11日 現在 是多麼可怕呢 大陸已經是 進入過一個很危急很危急的時期 就是大量的人陽性 而且這次陽性 他們反而覺得 跟以往不同 即是跟西方 面對的疫症不同 西方的疫症 喉嚨痛 我們有人中了 我們有親戚中了 我們這邊的朋友中了 他都說會不舒服 很不舒服 喉嚨痛 頭痛 發燒 但是 不會吐不了氣 有些人會沒有了美國 初期那些 最近也沒有了 最近也是有美國的 但是 不會吐不了氣 現在大陸出現的症狀 是突然間吐不了氣 影響了呼吸道 意思就是說 現在大陸的變種 不是Omicron 而是最原始的武漢肺炎 這個才是令人擔心的一個問題 其實病毒的東西 通常有個進化的 很少反組 很少回頭 除了人為 所以現在令到我們擔心的 可能出現人為情況 中共官方 現在竟然宣傳 要全面的陽性 他們 要搞群體感染 導致群體免疫 現在才來找這套 其實 如果是你行這套 沒問題 但是 買不到退銷 全國都買不到退銷 那些普通的退銷 2、3元的 炒貴了幾倍 究竟是甚麼人在 謀取暴利 原來 那些藥廠是不給生產 因為全國禁賣退銷藥 使得那些退銷藥賣不出 也不准賣 也沒有銷路 所以 那些藥廠就減產 甚至乎停產 反正也沒有人買就不做了 現在一旦大爆發 國家的政策竟然不是去復產退銷藥 不是鼓勵生產 不是加大供應 而是 仍然一樣 沒有增加你的退銷藥 救命的藥 你竟然不供應 是不是買不到退銷藥 很簡單 一個人發高笑 你只要吃退銷藥 在家裡休息 睡覺 就會好 我也覺得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也不要出街 也不要去醫院 留在家 慢慢休息 休息可能好一點 降溫 退銷的方法 用冰袋 西醫就是敢醫的 發高燒 用冰袋幫你降溫 然後 不要焗一身汗 焗一身汗是感冒 如果你發高燒 反而要令到空氣保持流通 但是當然不可以冷傷 冷傷就很嚴重了 敷冰袋 當然身體保暖之下敷冰袋 頭 盡量令到你發燒的溫度降低 西醫也是敢醫的 在沒有退銷藥的情況下 我想只有這個方法可以自救 現在我們看看大陸 官方一方面就不供應退銷藥 不是大規模供應退銷藥 一方面呢 搞這個 全體感染 搞到現在全國都是陽 河北省說 七成 河南呢 河南也有五至六成人洋到 高等人 全國已經有幾億人感染了 根據比例 還有重慶 四川 四川 成都 重慶等地 廣東省 福建相對較輕 我們那些鄉里 傳回來的訊息 都會輕一點 都是沒什麼事 浙江 不算很嚴重 但是上海的人很害怕 看到上海的片 看到上海的消息 每個人都很害怕 不敢出街 現在的大陸解封 那種恐怖程度 比之前更嚴重 原因是每個人都不敢出街 他們出現了突然間呼吸不到的情況 這個是他們最可怕的 當時中共宣傳武漢肺炎很可怕 因為會死 很容易死 令到那些人 每個人都當武漢肺炎是絕症 令到外面人們覺得很奇怪 我們沒事 在外面的Omicron 輕症來止什麼感冒 他們一直都強調不是感冒 很嚴重 很嚴重會死人 結果 180度現在把整個政策反轉 現在他們說沒事 不死人 很輕微 當是打了針 還好事 反而鼓勵你感染 我們看到安徽 他竟然 是因為陽性太少 比例不高 不合格 比上級訓斥 我們會看到 現在大陸是去鬥陽 大家鬥感染 最好是全城市 你所嚇嚇的人 全部都陽性 全部都感染 但是群體免疫 問題就是 人家不是這樣的 人家是退銷藥供應的 首先 人家不會鼓勵你感染 感染了不要緊 你在家休息 會寄藥給你 英國是這樣的 英國是怎樣的 英國你報了上去之後 他會有一個盒子送到你家門口 告訴你 通知你叮噹 你一天出來 人就走了 不會跟你有接觸 放下的 是有退銷藥 是有其他的藥 然後還有食物 有水果 有充足的食物水果 人家是這樣防疫的 是這樣對待百姓的 美國是派錢 日本是派錢 很多地方都有發放特惠金 中國不僅沒有派錢 連你退銷藥 都要用炒價去買 現在中共 是真的在做一些滅絕人性的事 好了 不僅如此 最滅絕人性的 是甚麼 是現在他們 要開放所有的航班 要大量增加航班 目的是做甚麼 向全世界再次播毒 明知道你大規模感染 他不是瘋狂 一宗陽性 兩宗陽性就全國封鎖 全民核酸 千多萬人城市 就因為兩宗感染 就要全民核酸 就要全面封關封城 所有店舖不開 現在全國感染 放開了 究竟是不是 你們 是由你們放毒的呢 之前有人說 如果這個肺炎持續兩年 全世界都死在中國好 究竟是不是習近平在想這件事呢 這個真的很可怕的事 現在我們一直都呼籲開放 現在我們反過來 我認為是真的要對 有必要對中國 是全面封鎖的 所有國家 不讓中國的航班 不讓中國的簽證 不讓中國的人進來 因為 他們很明顯就是有目的 要向全世界放毒 我覺得現在是很危險 這個真的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擔憂 我們以往覺得Omega沒事 現在全世界沒事 但是你大陸不同 你大陸現在看的情況 比我們 所有想像都更加惡劣 更加可怕 全國都是羊 然後還要怎樣 全世界是羊 因為你的情況跟外面不同 中國人的體質真是差一點的 現在大陸的症狀 外國不是這樣的 這件事是令到我很擔心的 初初我上個星期 我不擔心 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不會的 這個症狀很輕微而已 感冒而已 在家裡休息一下而已 現在不是 大規模的死亡 這個感染 不是一般的情況來的 因為中國人的體質 不可以跟香港人比 不可以跟新加坡 日本比 他的 他的 食水 空氣 各方面的食物 也有很多添加 很多毒 中國人是吸收了人穴精華 其實他們的身體質素是比 外面的人差很多 你看最近很多人 年紀好 年紀好 四五十歲就要撤死 連幹部也要撤死 整體的中國人的面貌是比一般人老十年 原因就是 所有的東西都是不健康的情況生長 土地有大量的污染 食物有大量的 有毒的元素在 這個真是令人擔憂的情況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麼多 我們也會繼續 講大陸的情況 希望大家多多留意 把我們的節目傳播開去 我們也會加緊做字幕 令到聽不明白 廣東話的朋友也能聽得懂 希望 大家可以支持老婆曲 經濟許可樂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有Discount 好